所以前面那个出家人他已经中风 医生说可能七天就会舍爆 开刀可能会好 但是开不好他就一辈子做植物人 所以那个师父就说他不开刀 他的信徒也说不要开刀 他就准备好好的渡过这个难关 所以我去看我詹姆娘 他的信徒就一直看着我 一直要我去住年 当然我很高兴 我就跟他说你一起来忏悔 我就问问占心 他为什么会这样 师父你跟他讲他称恨心很强 再来为了寺庙可能要很多钱 贪欲心很强 那我知道我知道 我就跟他说了 法师不要生气好吗 他就开始哭了 求好心切 所以称恨心 所以这样中风 他就给我点头哭 法师就放下巴 因为他自己决定不开刀了 就放下巴 发个愿 跟我忏悔 王熙所造 诸称业 我都这样念 然后就 我帮他念 法师寺寺庙 随缘 有钱没钱 健康重要 寺庙再大 结果走了也没用 因为佛法比较重要 所以既然有缘 忘记所造出贪业 还有哭了 就是这两点 因为我知道答案在哪里 所以他这两个改变了 然后自己诚心忏悔 当然我也很认真 因为有缘 因为对我妈妈 叫丈母娘 众生都是母亲 众生都是善知识 都有缘的 对我也有缘 因为我也有中风的业 事实上我带着他忏悔 也在消我的业障 我自己也警惕自己 随缘 凡事随缘 不要有一个贪 贪不见得是钱 我希望这个事情变成 我希望一个主宰欲 就是一种贪 对顺境的东西 你喜欢这样 你就希望对方这样 这就是一个贪欲 逆境我就不高兴 所以会这样 你现在掌握顺境 你就会看不起别人 骄傲 调伏至心 我想各位这个就是 看你有没有修行 你愿不愿意 这个不合理的事情 你都能够忍 然后还去生起悲心 就是这个方法 昨天还有一位生意人 他的土地 是很昂贵的 在懂之事 说不回来 就有一个 一个比他有钱的 那个人就不卖给他 那个人如果卖给他 那个人也可以 为什么说 你为什么不卖 他很凶 因为我们这个施主是你的 对方那个十分之四的土地是男的 那个也没结婚 也没子女 那你留这个杠 那我就问占心事 为什么 答案在哪里 他是不是要讲吗 那没关系 他坐在那边 请我们吃饭 我们要 要要要 酷零 他不耍 那你上辈子就这样 上辈子你就做大生意 每天去外面做生意 把你老公丢在家里照顾下 因为他也离婚了 那我可能那是上辈 你现在对他好一点 买个花给他 跟他讲话客气一点 今年过年 叫他去你还情 他欠你财 因为你上辈子在外面 赚钱给他钱 对不对 上辈子你赚钱给他钱 但是你没有陪他 没有做到做太太的责任 施主对我很好 海涛法师 如果那栋房子卖出去了 我顶楼就留给你 我看你好可怜 我没房子住 他对我很照顾 我们电视台一开 他就先送我一部摄影机 他天天在想 我没钱没钱 会不会没钱这样 当然我 他每天都用命令的口去 舒服啊 因为他跟我太熟了 从我刚出家 他就认识我 然后就天天在为我想 我到高雄没地方住 他就房子让给我住 这样 每天都在替我想 这不是妈是谁 这是妈福报 不够啊 爱生气啊 爱生气啊 所以 二十年的节 终于打开了 好一点啊 欠人家情啊 对不对 不然年就不好过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 这个世界 事实上很多时代 又一直轮回 一直轮回 所以我想各位听我这样讲 现在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爱你的儿女 都是因为你过去伤害他 大女儿另外一个小三啊 所以各位 女儿都是爱爸爸来的 这是讲实话的 然后女儿变太太 太太变胸 你欠人家 他来给你讨债 做你女儿 嫁了老公以后 跟你抢财产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我现在 我们 无所求行 称乏行 你只能这样过 我们是来被讨爆了 所以那你要随顺 随缘行 无所求行 称乏行 再大的痛苦 不能够离开佛法 得因果观念 他禅修能力很强 他脑筋一流 他调音响 摄影都一流 因为这是他的天性 但是他就甘愿 忙了一辈子 就像刚刚那一位 应该出家的爸爸 忙了一辈子 都是别人的 你没有什么 升起惭愧心 来忏悔 我错误了 而且你要观想 对方在你面前 打你的 骂你的 伤害你的 都是你过去伤害过他 他婆婆是一只牛 他打人家 打打打 你打人家几遍 现在还没打完 最后把他慢了 给杀了 对不对 所以 因为我妈妈喜欢吃 蚝啊蚝啊蚝啊 蚝啊针 吃鸡啊 所以你皮肤会烂 会有洞 要不要挖开 杀 再加上阴 你这个阴就阴 阴呢 你起了欲望 脾气不好 这个阴 所以他就发作了 傲慢嫉妒 就会让我们的 身口意去造业 那你知道了 就改变 所以我想各位 眼睛痛 我赶快忏悔 鼻子鼻塞 赶快忏悔 然后 问问别人 我想 不见得说 他一定要出家人 你的缺点 你的儿女 也很了解你 对不对 互相帮助对方 所以各位 受罗菩萨皆 但是你不要背后 讲人家是非 你要 你要很 找机会 跟他点一下 有时候老师说 既然他很谦虚 要我们站乐法师 你该讲 师父谢谢 这样就OK了 所以 因为比较 比较谦虚的 好讲话 我 众生都是我母亲 打我 骂我 讲我 因为我愿意的 我就是要来修行的 所以我经常背这句话 来 太薄弱了 事实上你周围的 兄弟姐妹夫妻 都是你 最亲的 近姻缘 最近的 是来讨报 自己不要享受福报 如果你享受福报 海涛法师去盖个别墅 那你的福报用完了 用完以后 那你病就会来仗 来修忍辱 来修悲心 所以我认为各位有家庭 就要变成一个人 变成一个人 像我哥哥二十多年 不跟我讲话 和理由的 对他好 这样就好了 没有计较了 因为这个对自己 也是一种供养 对哥哥 那后来我知道原因 我就问一下 这个原因也是 也不是光这一次 一定过去还有 过去我把我哥哥的爱人 所以我哥哥还在爱我妈妈 就是这样 做他的大儿子 大女儿是爸爸最爱的 大儿子是妈妈最爱的 那只是我们了解了 我们要不能起心动 这个人 你对他好 他为什么伤害你 是因为你欠他的 那你不舒服 这个就是夜来 那你要从心里面去调 我得癌症 跟我脾气有关系 那就是有关系 这不行 贪漂亮一点 我们这次 碰到一位私主 家里也是很有钱 穿的衣服 都是最贵的 不贵的不穿 不用做的 所以他这辈子来 还是有那个福报 因为他过去 能够做皇后 一定是大布施 那这辈子真的也很会布施 很会 那怎么修行呢 那怎么修行 忘了自己的身份 有钱人的身份 都去老人用孤儿烟 送给人家 花 很贵 贵的要送去给人家穿 自己就开始练习 穿便宜的 所以修行 反其道而行 你要故意的 贪吃的 从今天开始 晚上不要吃了 年纪大了 然后就承受不了 你的体重 就会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 没有一点困难 像我大哥 我大哥最近满相信的 我妈妈怎么洗洗 我妈妈怎么洗 我妈妈 你就不要 你要找外星母 不好意思 我说人家 你 你就 你缺人坐 你去 我妈妈 说外星母 所以 那你欠人家的 你就不要再念 大儿子就跟妈妈又生 又欠太太在 到底她要站哪一边 那你两边都要 两边都要修忍辱 两边都要平等性去对待 这样你心态一平 然后这个念头没有了 那指数就不起来 再加上吃素 再加上你弟弟出家 天天用的替你仿生 做功德 对不对 这是 因为我大哥一定是我以前的施主 对不对 就像我弟弟 因为我弟弟跟我是师兄弟 好在我是师兄 还是做我弟弟 对不对 师兄弟 我大哥是功德主 施主 对不对 所以 那我们要感认他 没有施主 你也不好修行 别关系 然后你就 你要用佛法去对待 你不能再讲世间的道理 我为什么对我这样 他为什么对我那样 你如果去讲世间法 落落世间法 那你就没有修行 修行必须 站在佛教的思想来 来谈这个事情 那你必须用佛法的正念 保持这种惭愧心 出离心 永恒的 不退转的悲心 只其愿 再怎么牺牲 都要去 让对方成佛 所以你必须在他身上 念一下 布施 爱与 力行 同事 你必须去做 像出地菩萨 我看经典 登地菩萨已经很伟大了 他只能做到布施跟爱与 后面做不到 因为他没有那个佛的力量 去力行 去承担他了 好不好 老公好不好 儿子好不好 媳妇好不好 回去跟他说 跟我说有用 你这个降下来了 你为什么不去做 因为你有一个愿 但是你这一辈子 他对你不好 你没想到上辈子 你对人家多不好了 就辞职 我就不用发年终奖金 我这个头痛 所以那你就会有 苛刻的心态 那现在你说 大包一点 你那么有钱的房子 还放在那边收房租 人家都还没买房子 你就多给一点 这不会吃亏的 所以我想各位 在语言上也不能苛刻 有些人就是 专门记对方的缺点 有一点优点 他忏悔 那至少我们要忏悔什么 我们要变成什么 我们在受把握在戒 以菩提心来受把握在戒 我们是一个安住一个 进奥人 对不对 不然我们叫五蕴魔 那你的身心里面 就会在障碍你 虽然你很会不失钱 但是你嘴巴很苛刻 脾气很不好 个性很急 那这不用钱的修行多好 就像刚刚讲的 二十年的房地产 就送他两个礼物 微笑一下 哈啰 对不对 我看到他我就不爽 他不要出现在我眼前 所以那各位菩萨不行 菩萨是冤亲平等 对得很委屈 有时候我跟他讲这个 他就会哭 我感觉呢 那个不是惭愧心 那个是一种 我围困呢 我们要觉得因为很惭愧 而对方 所以我现在都学会 我就 我知道这个道理 然后我就会跪 我就会跪在里面 跟他磕头 对不对 磕头 所以 我过去对不起我妈妈 我居然把我妈妈的最爱 把他 不让他去爱 妈妈我跟你磕头 所以 然后我跟他忏悔 对不对 母亲为了我们生下 我们那个痛苦 我们也要忏悔 对不对 母亲担心儿女 像我出家 我弟弟都说 妈妈在里面 你跟我说 不是想不通 你家妈妈还是这个心态 那正常 那这是我的错 因为他母亲担心 烦恼 忏悔 对方 需要我做什么 我就尽全力去做就对了 因为我们在服务 那对父母是如此 对别人都应该如此 别人传给我 师父他盲长眼 我就念 我就一直念 在车上给念 替他死死 替他念 因为反正这下就OK 再见 但是对妈妈的执着 也是一种烦恼 放不下 放不下 反而没有力量帮助她 因为我们是出家人 各位修空性 修菩提心 要懂得平等 平等 所以你最怨的 应该你最爱 我们不能自身于世外 只是我们对待 我们这些周遭姻缘关系 你只能站在佛法的尺度 来做事情 这些法师 女众法师 搞不好是我太太 过去世 搞不好是我妈妈 就会一直在 一直轮回里面 跑不掉 所以不能用世俗的心态 一世俗心态起来 马上升起正念 正念告诉我们 要怎么处理 但是只是方外人事 方外是你 你必须脱离世俗法 相对法 你必须绝对站在佛法 但佛法 4月4号星期三 观世音菩萨圣诞 据十月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程一千倍 上午十点 新竹普元佛道院 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 特举办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 右供祭慈悲师使法会 联的电话 022-2917-8855 03-533-7368 4月5号星期四 据十月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程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把关灾解 即药师法会 联的电话 04-2238-9987 4月6号星期五 普贤菩萨圣诞 据十月 地藏菩萨书圣功德日 慎离恶行程一千亿倍 上午九点半 加以慈悲狐 新逢普贤菩萨圣诞 特举办清明孝亲报恩 梁皇圆满法会 既年度功德主 点万灯圆游会 联络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4月7号星期六 据十月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程一千倍 上午十点 台南麻豆护生园 亲民孝亲报恩 护生 点万灯 购万水 慈悲诗时 既年黄法会圆满 留的电话 06-571-9119 06-213-1112 4月8号星期日 念卢尚纳佛 大师至菩萨 旨在除岁一千节 据十月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程一千倍 上午十点 高雄荷春技术学院 大阀校区篮球场 梁皇圆满日 南区临河举办护生 点灯 耀拱 即大蒙山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连的电话 零七七一零三五二二 五五六九九一一 七二二一七四九 二二一二三二三 4月10号星期二 据十月 莲花生大师 书胜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程一亿倍 下午三点 屏东台塘公司 屏东区圆环 书时响宴 点完灯 购灌水 护生 要供 即慈悲诗时法会 联络电话 087516018 4月12号星期四 据十月功德日 山西雨恶行程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云林观音讲堂 法官栽戒 护生 点灯 购水 要供 即慈悲时时法会 连的电话 056331565 4月14号星期六 念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持山除岁七千节 据十月功德日 身洗雨恶行程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恭送药师经 持送药师灌顶真言 祭祀十九天 药师法会圆满日 连的电话 0422389987 4月15号星期日 念释迦摩尼佛 持摘除岁八千节 据十月释迦摩尼佛 书上功德日 善行雨恶行程九千亿倍 上午八点半 即下午一点半 法官栽戒 祭海淘法师 与竹奔仁波切 慈悲座谈 联络电话02-2951-0355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风掌发起 生命电影室 与您一同开窗 光明自在的人生 路上 你不能以身去完成 你必须以心去走 修行这条路 锁在牢狱里的只是这个身体 不要让心灵也被锁住 所居住的房子一样 它并不真的永远属于我们 没有任何人能替你坐一次地完全放下 佛法是在修行中升起的 教导只是指出领悟的方法 若要领悟佛法 任何尝试着去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都只是执着和欲望的表现 反而每一件事情时 你必须心里很明白 很清楚 当你看清楚时 就不需要确认或勉强你自己 你感到含羞的目的 不仅是经常平静自己 让自己脱离拥倒而已 而是要动见和绝灭 使我们一开始就无法平静的原因 或奋力争取的东西 你所要做的 只是试着保持觉醒 这些感觉升起的地方 就是我们能够开悟 智慧能够升起的地方 混乱升起的地方 就是宁静可以升起的地方 那里有混乱 我们透过智慧 那里就有宁静 我们必须如的方法 平静是引发智慧 觉知者如实地侧见 而不应变迁的现象 而爱乐悲伤 如实了解事物的真相 并放下对一切外面的执着 以一颗不执着的心 作为你的一规 你必须看见 是世界上最单纯的事 却也是最深远的 终究它是无常 苦 无我的 但却没有执着 没有人能教你这个证明 只有当心亲自了解时 他才能灭绝和舍弃执着 别执着良善 别执着邪恶 这些都是世间的性质 我们修行已超越世间 从而将这些事情带往终点 如果我们做事 只是为了求得回报 它将只会引起痛苦 修行不再是为了独斗什么 而是为了方向 即使连定的境界都不该去执着 即使连定的境界都不该去执着 让我们能看穿虚假的 让我们能看穿虚假的我的概念 我们必须使那份虚假 借由专注呼吸 放松身心 而获得另一种力量 这样能培养心本具的灵迹 不断地将心专注于呼吸上 便能减少思绪的活动 让心更为平静 了解宁静安住的经验 其实只是念头逐渐减少的过程 在这光圈的核心 我们会体验到自己的心 安住于人性的基本良善之中 内心开始接受无聊 是宁静安住的一部分 这就是进步 我们感到自己心量的宽广和油斩 这是宁静安住的成果 转 首先必须静坐着并生无息 宁静安住就是那个生无息 那是除去令人迷惑的混乱 并找到某些基本清醒的方式 藉由运用比禅定更近一步的观 来仔细地反思自己的经验和存在的本池 卫星指引新的方向 远离幻象而接近实相 藉由思维的观看 藉由思维人生的实相 以及心中潜藏的觉醒力量 来粉碎自己的观看 来粉碎自己的幻象 来粉碎自己的幻象 在心中潜藏的幻象中潜藏的幻象中潜藏的幻象 必须向内收射来聚合新的能量 透过便是与放下念头及情绪来克服迷惑 起初念头的升起是个问题 因为它们常令人分心 当念头交织成强烈情绪时 更形成一个问题 因为它们干扰了新的稳定 如时看住念头 便能截断散乱之流 我的本质 坑的 喜悦的 且充满光明的 觉悟的心 所具备的特性 犹如埋藏于冰封地表下的春天的囚经 等到时机与条件都只能守候 便会自能成长 佛陀认为 人道是适合修行之地 因为唯有在人道之中 我们才能听闻与休息心灵的教法 虽然保持耐心或多或少是出于自力的考量 不过 不过凡事出于美德的行为 终究能带领心走向觉悟之路 宁愿与休息心灵的教法 宁愿与休息灵的教法 时间保持距离 心将变得更加乱乱 对于人生方向也会更加明确 稳定下来 应付内心种种温暖的变化 学习任性妄想 让自己不受它残忍 这便是我们增强残修必要的方式 为了理解实相的真理 我们必须拥有不受预设的思维模式 完全控制的心 且需具备因渴求而生起真正慈悲的发心 真正的智慧 了知 就是轻正的体验 这样的了知 无需透过自我测诚律望 轻正的体验 即智慧本身不生无灭 也非禁止或流动 智慧带领我们 超越概念性的心 来发掘人性 基本的良善 也给予我们机会 辟见宇宙之心的圆满完整 那是与我们的心相同的本质 生起菩提心 是让我们将执着转 物质上的付出 是激发 不失心 最简单的方式 施舍衣物 礼物 金钱 时间 或食物 都能帮助我们 去除执着 并创造一条 通往爱与慈悲的管道 在付出的那一刻 其实是相当无私的 从佛教徒的观点来看 慈心即是祈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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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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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